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接更多挑战 全球的布局脚步也从没有停歇 我们也独家直集了联发科在芬兰的据点 渗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在智慧型手机主战场的部分 年巴克这次带来新的地片P60 我们可以看到它拥有 非常强大的脸部追踪能力 现在如果把我的脸遮住了一半 或者是说再把我的脸往侧面白一点 它仍然都可以精准掌握到我的脸部 年巴克设计的晶片可说是无所不在 应用到各类电子产品中 Oprop数位电视 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 还有像是亚马逊Google和阿里巴巴的 智慧语音助力装置 以及自动驾驶系统 智慧运动手表 共享单车等 每一年在全球市场中 使用联发科技晶片的科技产品 高达15亿个 两年出货量排列后的长度 甚至能围绕地球一圈 手机已经迈入智能化了 但是其实家庭也是迈入智能化 包含智能电视 像智能电视其实MPK跟一些日式器大厂 像索尼其实合作的很久 那也有智能音箱 跟美国客户像亚马逊也做得很不错 联发科为全球第三大艾西设计公司 为了保持领先地位 除了积极拓展产品线 布局全球的脚步也从未停下 联发科在全球的布局 有14个国家和31个办公据点 而可以看到记者现在戴着毛帽 耳罩还有厚装的羽绒衣 一旁还下起大雪 就知道记者现在在一个非常冷的地方 这里是离北局圈非常近的地方 是芬兰欧路 然后可以看到记者背后的建筑物呢 上面有着MediaTek联发科的logo 现在就透过三立的镜头 去直击联发科在欧路的影运概况 一片雪白眉景 这距离台湾超过8000公里 位在北纬60度 可以看到极光的城市 是芬兰北部最重要的科技重镇 欧路过去更是以Nokia的手机 闻名世界 拥有优秀的科技根基和无线通知人才 而这也成了联发科选择在2014年 进驻的主要原因 并成为当地最大的科技外商 阿龙 嗨 我们知道现代人几乎都急不离声 而且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视讯和通话 不过你知道吗 要掌握通话品质 最关键的就是记者手上 这一个摩登晶片 而联发科就是不断在研发 摩登晶片的尖端技术 大片落地窗开放式的办公空间 几间联发科工程师 专心写程式 就是要让手机逝去 通话传输等顺畅不打卡 不断经济 掌握你我手机品质的 关键技术 这一半就有关键技术的 要用什麼藝術品 好 這次很棒 鹽巴科從台灣出發 營運幾產品不絕 遍布全球 正間成立超過20年的 台灣愛惜設計公司 在董事長蔡明介的帶領下 不只在全球半導體業中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更掌握產業下一代 關鍵的AI與補具技術 暫時新聞 徐趙薇 李萌珊 在芬蘭的裁縫報導